接着上一回继续为您说 话说这曹操马不停蹄地 把汉县帝移到了许县 并把此地更名为许都 这一下汉县帝算是彻底成了他的人了 对于他这种做派 杨凤是气得鼻子都歪了 哎呀你是个曹阿满的曹阿满 你也太不地道了 开始的时候你不是说 圣上在洛阳没粮食吃吗 要暂时移到鲁阳去 这不就是个权宜之计吗 怎么走着走着就走到许县去了 你的地盘你做主是吧 你道我杨凤是傻子呀 你个曹阿满把皇帝带到这儿 肯定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 不行 如果我不出面拦着你 我的面子望哪放啊 于是愤怒的杨凤赶紧点起兵马 想来个劫胡 在半路拦住汉县地 只可惜啊 你的反应太慢了 当初从长安到洛阳 你们走了多久啊 曹操可不是你们呢 他做起事来是嘎嘣嘴的 等你追过来 不好意思哦 你已经追不到了 曹操他们早在许县 卤串吃宵夜了 所以发了标的杨凤 并没有接到汉县地 反而却迎来了曹操亲自带领的讨伐军 本来吧 曹操还不大好意思去主动进攻杨凤的 不管怎么说 自己到洛阳城里去见天子 这杨凤还是帮了忙的 况且确实是自己撒了谎 没把汉县地移到鲁阳去 而是移到自己家里了 不管怎么说 确实是欠了杨凤的人情的 哦 但现在杨凤你主动送上门来 那就不一样了 那叫郑重下怀呀 你的性质已经改变了 我自然可以动手修理你了 曹操立刻高调宣布 杨凤想劫持天子 颠覆国家 必须把这种贼子坚决打倒 然后踩上一只脚 让他用事不得翻身 宣布完以后 曹操大军就出动了 当然了 地球人都知道 以曹操的性格 他要么就不打 要打嘛就打个痛快 他是没时间和你 叽叽歪歪地玩过家家的 正所谓卧榻之策 岂容他人酣睡呀 曹操自家的门口 怎么可能欢迎杨凤 这种不友好的邻居呢 为了防止杨凤 以后就在自己家门口 玩消耗战 所以曹操这一趟来 是直接要你的命的 大军只取杨凤大本营 两地 这种出其不意的斩首行动 搞得杨凤没有任何的提防 唉 只能惊呼这完全符合曹操作战的风格呀 那就是能玩阴的绝对不会名正言顺的干 不过杨凤你也别惊呼的太久了 因为你话音未落 梁地已经被攻陷了 哼 这一下就好玩了 根据地被抄了 粮食供应什么都没了 你这杨凤还怎么玩啊 没奈何啊 杨凤只能四处乱跑呗 后来一直跑到了寿春 投靠了袁树 到他那儿当了个打工仔了 曹操一看 呀 逃了 逃了就逃了吧 正好你手下的势力我全部收编了 那什么 做人要讲环保吗 不要浪费吗 能吃的绝对要打包的 不过曹操很快发现 在这次打包的过程当中 他有了意外的收获 杨凤手下有个继都位 原本吧是个小官 后来因为战功提拔上来了 之前呢一直劝杨凤应该抱曹操的大腿 因为曹操必然是将来的天下枭雄 可惜啊杨凤此人左右摇摆墙头草 听了又不听听了又不听 到了最后还是和曹操撕破脸皮了 他的智商啊远远比不上这个手下呀 可能您会想 哇这个手下这么厉害 是不是一个文人呢 是不是一个名士啊 哎 说他厉害是对的 说他是文人就错了 恰恰相反 他是一名军人 他正是三国赫赫有名的大将 徐晃 徐晃 自公明 河东人 这个地方呢 在今天 山西 红洞东南 年轻的时候 徐晃曾经做过河东郡的一个小官 后来投靠了当时的车记将军杨凤 讨伐贼寇有功 被提拔为继都尉 在礼爵郭寺大乱长安的时候 徐晃说服杨凤 护送汉县帝进入洛阳 汉县帝来到安邑的时候 封赏保驾有功人员 徐晃就在这个时候被封为都庭侯 后来到了洛阳 徐晃见到大将军兼私地教尉韩先 和魏将军董成 互相不咬弦 争斗越来越激烈了 这就有点像长安城里的李爵郭寺了 于是徐晃就劝杨凤 早日归附曹操比较好 杨凤当时还真的是听从了这个建议的 可惜没多久啊 这位智商缺盖的杨凤 又被韩先挑拨了 改变了归附曹操的主意 而是和韩先一起去结价 想拦着汉县帝 不让曹操带去许都 在梁帝被曹操杀得大败以后 和韩先一起去投了元术 在这个节骨眼上 徐晃再也忍不下去了 眼瞅着自己这个旧主公啊 实在是不上档次 而自己原先看好的曹操 正在不远处发光发热呢 所以啊 干脆就领着一标人马 转头到曹操麾下了 这一次跳槽 不管对于徐晃 还是对于曹操来说 都是一个完美的融合计划 后来 徐晃在曹操麾下 立了不少的功勋 参与了恩多知名的战役 像是关渡之战啊 赤壁之战啊 关中征伐呀 汉中征伐呀等等 在后来 樊城之战中 徐晃还作为曹人的援军 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关羽 因为治军严整 所以曹操曾经称他为 由周亚夫之风啊 这些故事 相信各位在罗冠中的 三国演义当中 看得不少了 别的人有没有夸张不好说 但是在三国演义当中 罗先生对于徐晃的描述 还是和史实比较接近的 罗先生对徐晃的喜爱之情 也是悦然纸上的 徐晃的故事非常精彩 我们放在后面 慢慢为您讲 好了 打跑了捣乱的人 曹操可以安心在许都 大搞建设了 不仅是指 为了升级许都成为皇城 而搞的基础建设 更多的是 政治权力圈里面的调整 好了 现在问题来了 曹操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汉县帝 赢到自己家里来了 到底有没有好处呢 好处 当然是一大把啦 不管皇帝是聪明 还是蠢 对于曹操来说 根本就没区别的 就算当今皇帝是头猪 他也得抢着去赢 当初 自己手下的谋臣 毛戒说 以令不臣嘛 什么意思啊 就是以皇帝的名义 去说事啊 去压制那些 不肯臣服的人呢 当然 这里说的臣服 不是臣服于皇帝 而是臣服于曹操 当时天下虽乱 但不管怎么说 大汉依然是天下共主嘛 很少人敢公开否认 大汉政权的吧 就像当年春秋时期 哎 尽管周氏已经没落得 不成样子了 连乞丐都不如了 但是那些诸侯们 那些霸主们 出去打仗的时候 不都很乐意 扛着天子的旗号吗 那就叫出师有名啊 现在的乱局 也是如此啊 哦 你们抢地盘 天子管不着 这没错 但是 这地盘 如果没有天子的册封 那也只能算是一块野地呀 如果天子点头了 说这块地 我就封给你了 这样性质就不同了 不但有面子 还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承认 正所谓名正而言顺嘛 有天子在手 政治上的好处 就更不用说了 不管干什么事 先让天子下到诏书 别的人想反对 都没理由的 所以这才是 以令不臣的 真正的含义了 换句话说 如果有人提反对意见 不听诏书的话 那么在政治上 先输了一筹了 明白地说了 这个汉县地 无非就是官方的一块招牌 曹操扛着这块招牌 代表的就是正宗的汉室朝廷 谁敢和我曹操过不去 那就是和朝廷过不去 那就是叛逆 当然了 对于曹操来说 除了这一层意义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招揽人才 看待历史 往往都是品评古人意 体会金氏难 当时那些厚瀚的世人们 不像我们这些厚世的人 他们并没有先知先觉的能力 而只是受当时士大夫 儒家思想的熏陶 在正统的问题上非常重视 所以看到了曹操 有了一块正宗的招牌 于是天下的能人意识 就纷纷投到他的麾下了 即便是这当中 有许多的人 对曹操并不感冒 但是就像我们在 三国演义里看到的一样 他们说了 我是来投汉氏的 不是来投曹操的 这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用你的正是曹操 汉氏 汉氏谁来用你呀 汉廷真要敢用你的话 那不就是和曹操作对吗 曹操不直接把你宰了就怪了 对于这种状况 曹操头脑是非常清醒的 他知道要干大事 最主要的就是要靠人才 自己一个人干 是干不过来的 曹操当时的号召力 并不是特别大 现在天子在手 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多很固执的那些名人 以大汉为正统 愿意为大汉效力 正所谓学而优则是吗 这一点曹操看得开 不就面子上的一种说法吗 有什么所谓啊 只要你肯来许县 那就是为我曹操效力 至于嘴皮上说是姓汉 还是姓曹 这有什么影响吗 这当中其实啊 有个典型的例子 那就是曹操原本的班底当中的 寻遇 寻遇是铁了心效忠大汉 而不是效忠曹操个人的 之前曹操在眼周被吕布抄了老家 搞得狼狈不堪的时候 正是寻遇在主持当地的工作 死守到底 扛到了曹操回来救援 但当时寻遇心里想的 可不是为了曹操你个人的 他所想的是 这个地盘是属于大汉的 吕布这种大汉的叛逆之臣 想来抢这块地盘 是绝对不能让他得偿所愿的 换句话来说 如果当时眼周的主子不是曹操 是刘备啊 陶谦啊 公孙赞啊 或是袁绍啊 这区别都不大的 反正寻遇的想法就是 不能让眼周落入叛臣的手里 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 被曹操看出来了 所以曹操回救眼周的时候 大力表彰了另外一个谋士 陈谕 而对于这个寻遇呢 似乎有点冷淡 但你要知道 寻遇可是聪明得很 乃天下名人啊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的话 曹操也明白 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 曹操把天子迎奉到许县 也可以说是缓解内部矛盾 可以让寻遇这种死忠于大汉的人 不再有其他的想法 不会有二心 而是在皇帝的招牌下 死心塌地地为自己服务 到了将来 曹操之所以能平定北方 和手下的人才的鼎力相助 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为财事举 稳定身边的政治结构 以及强大的军事力量 三个条件 共同作用 才有了曹操家族未来辉煌的成就 这当中 汉县帝只是一个工具 不懂得使用的话 跟个废物就没区别了 可是到了曹操手里 他就能来一个废物再利用 而且利用的非常成功 这就成了一件利器了 而放在李绝 郭四 杨凤这种缺脑子的人手上 那顶多只能算是一副烂牌 所以曹操把天子迎来了许县 这手牌打得相当的漂亮 在未来成功之路上 这是里程碑式的一步 等到其他的萧雄 像是袁绍他们 也看出其中奥妙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好吧 就让外面那些诸侯们 毁得肠子都轻了吧 就在他们懊恼的时候 曹操已经开始在许都 大搞政治建设了 而且搞得有声有色 有软有硬 刚中带柔 既把你治得没脾气 也让你心服口服 那么曹操是如何在许都 玩弄他的政治手腕子呢 下一次 接着为您说